如果军事政变当上了总统的强权人物朴正熙 为什么会被自己的亲信暗害呢 潮汉问题研究专家金振基写了一本书 叫《朴正熙血剑宫警符》 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金在归以挑衅和讥讽的口吻对朴正熙说 您带着这种废物搞证人能搞得好吗 在韩国电影《那时候的人们》中 完整地还原了整个刺杀过程 金在归先向《车智车》开了一枪 子弹只是打穿了《车智车》的手腕 可是对此朴正熙居然还不以为然 认为这只是同往常一样的手下之间的胡闹 没想到金在归紧接着就向朴正熙开了一枪 眼看总统遇刺 一旁早已受伤的《车智车》想趁乱逃跑 金在归立刻捕开一枪杀死了这个死队 最后金在归走到了朴正熙的身边大吼一声 最后枪声的再次响起 62岁的韩国冲 朴正熙不明不安 被自己的亲信杀死了 朴正熙被自己的亲信刺杀 韩国一下就扎了锅 当时媒体的报道是这样说的 开枪误杀了朴正熙总统的中央情报部部长金在归 是已故总统多年以来的同事和政治上的亲信 误杀 这样的词似乎在向人们表明朴正熙和金在归之间的关系 非常亲密 朴总统之所以被杀了 完全是由于一个亲信 误杀 这种说法听上去好像也有点道理 因为在朴正熙被杀之前 金在归是他最信任的心腹之一 而且他和朴正熙还是老乡 在朴正熙被杀之前 金在归已经是位高权重了 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去砍倒这棵自己可以依赖的大树 那么 金在归真的是误杀了朴正熙 朴正熙遇刺后没多金在归就被戴归案 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志荣教授写的 《从总统到求徒》一书中 收录了韩国中央报刊登的官方调查报告 刺杀朴总统事件全貌 该报告指出 金在归其实早已对朴正熙产生不满 而这种不满则起源于朴正熙时代四大权力机构之间的博弈 朴正熙的统治啊 他有四大支柱 那么一个就是这个中央情报部 金在归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他的洛军常务部 第三呢 就是新瓦台的秘书社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的话呢 是在朴正熙统治晚期才出现 就是说他的中央警卫社 就是那么个是 他很有可能的 就是说他的这个机构